欧盟最近提出欧洲国家过于依赖来自于中国的电池能源 很有可能对欧洲国家安全产生巨大风险 但事实上对欧洲风险最大的国家应该是美国才对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名下户 我是虎妞 就在最近 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 近期起草了一份报告内容 是要求欧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减少对中国电池过度依赖产生的风险 根据欧盟统计 目前欧洲对风力、太阳能、电池等各种新能源的需求 将会在未来数年内提升适至30倍 然而欧盟在这些新能源方面的技术极端依赖中国 中国产品在这些领域中几乎占据了50%左右的市场份额 西班牙政府认为 欧洲能源生态系统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可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相似 都会给欧洲的独立和安全造成风险 对于这件事 我的评价就一句话 美国在欧洲建设军事之际 夺取欧洲军事指挥权 你们不担心这些事情会导致军事主权依赖美国 却担心电池能源依赖中国会产生巨大风险 一时之间我都分不清欧洲到底是欧洲人的欧洲 还是美国人的欧洲 一个国家的主权 由管辖权 独立权 自卫权 平等权组成 美国人利用各种豁明豁暗的方式 篡夺了欧洲的国防独立权和国家自卫权 欧洲人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危险是吧 欧盟的主要能源来自印度 欧盟不觉得危险 欧盟的卫星定位系统依赖于GPS 也不担心美国人断网 甚至欧洲因为使用美国通信设备 迈克尔和老公离婚的事情 被美国总统听了个全程 你们欧洲人都不觉得危险 就非得觉得中国的电池肉 是欧洲战略安全的障碍是吧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真正值得担忧 并且必须独立自主的事情 只有三件事 这三件事分别是军事主权 粮食安全 以及战略能源安全 只要这三件东西能稳在手中 就不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动摇 也不会对政治局势产生强烈的冲击 然而对于欧洲来说 这三样东西有两个不安全 先说军事主权 之前我们也说了 美国在欧洲的大量军事基地 以及通信后门 确保了欧洲军队在美国的监视之下 然而就战略能源安全 现在欧洲和美国一起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进行霸道的限价和现运销售 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俄罗斯的能源停止出口给欧盟 目前欧盟使用的都是来自美国的高价天然气和石油 唯独有粮食自给率是及格的 粮食安全还牢牢握在欧洲的手中 所以说实际上 谁是欧洲真正的威胁已经一目了人了 所谓的过于依赖中国电池将会威胁欧洲安全 其实是欧洲政客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该命题的核心不过是种族主义而已 说一个很多人不相信的事情 在欧洲人的眼中 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天然阵营 都属于东方 俄罗斯是近东 中国是远东 所以他们的外交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不能相信中俄 可以短暂合作 但绝不能成为盟友 这也是为什么叶利辛时代 俄罗斯一直谋求加入欧洲 但是欧洲从来不同意的原因 而这种政治上的偏见 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是为什么 中国只能选择暂时和欧洲在一起 而没有办法和欧洲结盟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认为 欧洲人抵制中国电池和中国电池制品 对美国也是一个好事 但事实上 现在反对欧盟这个政策声音 最大的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电池是深度绑定的 不管是美国的苹果手机 还是特斯拉电动车 这些设备都离不开中国的电池 别看美国反华人士跳得还 天天不是制裁这个就是抵制那个 但是电池 美国人都现在都没有禁止中国的电池 因为在全世界电池技术最先进的还是中国 而目前国际上很多先进设备 都是需要电池来提供动力的 如果欧盟真的出台了政策反对中国电池的话 那么美国的手机和汽车 首先就得离开欧洲市场 而且欧洲这种损终不利己的事情 也不是做了第一次了 只要与中国有关的东西 欧洲政府就普遍认为是有毒的 不管这个东西的欧洲到底有没有好处 这些行为简直就是现代版本的闭关祖国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我想中国人比谁都清楚 美国政府的逻辑好歹还是以经济为导向的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只要看看华尔街的股价 基本上都能找到台 欧洲政府现在的逻辑 可能只有当年的老佛叶慈欣 才能理解一二吧 就像大利亚的股价 也应该是不逻辑的 我们对那种股价 也应该是不逻辑的 而且是不逻辑的